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赛罗也跟着说 他面前的这个泡澡球一定也是他的人偶 好想赶紧打开来看一下呀 这个时候 杰德曼看到大家都说是自己的人偶 他也觉得这里面会是他自己的人偶 然后他就打了一下泡澡球 诶 泡澡球没有打开呢 这时候 杰德曼对大家说 这个泡澡球不是用手打开的 等一下我会用热水把它们全部溶解掉 我们就知道这里面会是什么人偶啦 现在 让我来准备热水给大家吧 这时候 突然出现了一个面包超人的盆子 这里面会有什么呢 让我们打开来看一下 这原来是初刀特曼给大家准备的 用来溶解泡澡球的 那接下来 我们要把泡澡球放到热水里面了 大家看 冒出了好多的泡泡啊 又丢下去了哦 大家仔细看 这时候 冒出了好多紫色的泡泡啊 初刀特曼和赛罗说 这里面会是什么玩具呢 好想赶紧溶解出来看一下 让我们把剩下的两个泡澡球也放进去 这时候泡泡就冒得更多了 天啊 都快冒出来了 泡泡太多了 都到大家的手里了 初代和赛罗奥特曼 赶紧找找 泡澡球不见了 泡澡球在哪呢 好像只有很多紫色的泡泡呢 出现了 原来 藏在了紫色的泡泡下面 让我们用勺子 把它们搅动一下 这时候 玩具的一部分好像漏了出来 初代和赛罗奥特曼 好像找到了他们的人偶 贝利亚也好像找到了她的人偶 是一个黑色的人偶 解奥特曼也好像找到了她自己的人偶 她看了一下自己的脚 是银色的 这个一定是她的人偶 那让我们来加快看一下 这里面四个人偶分别是谁的呢 出现了 让我们捞起来看一下 这是哪个奥特曼的人偶呢 你们知道吗 让我们来捞起第二个 这是一个全身黑色的 那你们知道这是哪个吗 让我们来捞起第三个 这是一个两手都是钳子的怪兽 这是一个两手都是钳子的怪兽 最后这一个是谁呢 四个人偶都被我们找到了 第一个原来是初代奥特曼 第二个是贝利奥特曼 第三个是赛罗奥特曼 最后一个是巴达星人的 太棒了 大家都拿到了自己的人偶 这时候接到奥特曼走过来 她好伤心啊 她没有拿到自己的小人偶 她有点失落呢 这时候初代奥特曼对她说 没关系 我会送你一个人偶 接到奥特曼听了好开心啊 谢谢你初代奥特曼 接着初代奥特曼就转过身 对贝利亚说了几句悄悄话 贝利亚也好像懂了初代奥特曼的意思 这时候天上飞下来了一个 接到奥特曼的小人偶 哇 太好了 我也有小人偶了 好开心啊 接到奥特曼的这个小人偶 是一个飞翔的姿势 那你们知道 出的奥特曼是用什么办法 变出了接到奥特曼的小人偶吗 如果你们知道的 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哦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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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